欢迎回到的频道 那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来分享球鞋了 所以这期我就要一口气给大家分享 八双200到400元这一个价位的球鞋 并且这些鞋都是我个人感觉 颜值脚感搭配性都很在线的 那对了那这些鞋我分享的价格 都是我当时入手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发现价格不一样 那应该是行情有波动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我们赶快进入这一期的主题 先来看三双200元以内的球鞋 一 二 三 那这双鞋的倒数价格都是190元 那我们先来看这边两双来自国内品牌361度的球鞋 名字的话叫做潮哥 那这双鞋两个配色我都买了 尺码的话我是选了正码 到时候呢我发现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远超199的这一个价格 鞋面的话则是由合身格和网面组合 白色鞋头的网面还是绒面 然后搭配了一个深胶的大底 有一点德逊鞋的感觉 黑色的话则是搭配了一个米白色的大底 整体的搭配性和复古感也非常不错 它不是那种很死白死白的搭配起来 就会有点奇怪 那后跟的话是有一个三到四厘米的增高的 所以增高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鞋身整体的话非常和谐 没有多余的这种大面积的logo来破坏整体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侧面的话它是隐藏着361前身品牌的logo的 那鞋头的话也有 如果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应该知道这一个牌子叫什么名字吧 那中底的话是加入了361度的邦谈科技 脚感的话也会更加出色 那整体来说没有借鉴其他品牌的一个痕迹 而且用料质感定价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也希望大家对这一些国内品牌的优秀设计点个赞支持一下 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一双瑞布的Club C 那瑞布的尺码的话是偏大半码 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可以选小半码的 瑞布这个品牌真的有非常多的宝藏好鞋 而且基本上都能等到打骨折 那这双OG配色的Club C 是我觉得Club C中最好看的配色之一了 鞋面线条清晰 侧面凸起的logo图案 再加上绿色logo的点缀 各类长库和风格都可以搭配 再加上199元的价格肯定不会亏好吧 然后我们进入200元档 先看这一双小某书上非常火爆的美金龙Spark CN 那尺码的话我是买大的半码 因为黑白配色的菜过的火爆 那价格都被炒起来了 我觉得性价比仅不高了 那所以我选了这一双灰色 因为我觉得灰色搭配度还有是质感也非常不错 那倒手价的话是238元 那大部分的配色其实都是在200到300元这一个区间的 所以整体的性价比还是OK的 那鞋子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超级轻啊 带面级的网面再搭配合成格的材料 再搭配上黑色暗纹logo啊 整体的速度感十足 那结合价格还有质感 这确实是一双不错的老爹鞋 然后这双荧光黄的瑞布Premio Road Plus 6 那倒手价的话是289元啊 那其实其他配色呢 普遍在300到500元左右 也不是很贵 但是这个配色啊 就特别的便宜啊 有一个超低价 那当然我觉得这一个荧光黄呢 也是挺符合我的一个审美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侧面的话是一个大面积的品牌的logo 冲击力很强 然后网面的材质呢 也是保证了鞋子的一个透气性 那中级的话 它是采用了一个DMX的技术 另外它嵌入式的一个TPU啊 也给鞋子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 然后我们来看300元档啊 两双来自瑞布的球鞋 先是这一双CL LEXY黑五式 那我倒手价格的话是383元 现在好像更便宜了一点啊 那我之前是有一双白绿配色的CL LEXY啊 那非常好穿 而且搭配性也非常棒 那球鞋的话是结合了 现代工艺与复古的风格 那这双鞋款的话 它鞋面是采用了GOTEX的面料 使得功能性大大增强 有很好的防水 还有是防污的功能 那就算是下雨穿出门 也不用担心了 那下面是这双Pelmos Daytona DMX 那倒手价格的话是394元啊 那现在的话 也同样是比我当初入手好像更便宜了 那这双鞋的话 是以DMX Daytona Experiment 2 为设计蓝本的 那采用大面积不同颜色的一个脊皮 拼接打造的这个鞋面啊 后跟的话是加入了不规则的一个鞋体 同时左右脚分别写了 瑞布和Pelmos的一个字样 那鞋设处的话 它还有一个小设计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磁铁 你可以把它掰开 下面的话是隐藏着鞋带的系统 那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作为一双联名鞋的话 我觉得这双鞋的整体设计 还有用料都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怪的球鞋啊 可以尝试一下 那最后是这一双400元挡位的球鞋 亚瑟士G1090 我这手价格是448元 那尺码的话 我同样是买到了半码 不得不说专业做跑鞋的品牌 鞋子真的是很轻啊 这双鞋看似好像是有点笨重啊 但是上脚还上手都是非常的轻便的 再说一下外观 那自从Kiko去了亚瑟士之后啊 但凡配色特别一点 亮眼一点啊 都会变成Kiko平地 黑绿银三个颜色 相互碰撞 很有冲击力 搭配性的话 也同样是很棒啊 无论你是搭配工装裤啊 还是搭配黑色西裤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那后跟处的话 则是亚瑟士当家的一个 就要缓正胶啊 保证了它的穿着脚感 OK 这些的话 就是本期要分享的 八双评价好鞋 200元到400元档位 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 应该有吧 我觉得应该有 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觉得我推荐的东西不错的话呢 给我点个赞 给一波三连 我是他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